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介绍的是十二年国教新课纲中技术型高中语文领域英语文的课程纲要。 针对十二年国教新课纲语文领域英语文课纲宣导分为六部分介绍。 一、十二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二、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 三、行政配套。 四、议题融入。 五、跨域学习、跨科。 一般科目、专业科目。 六、总结。 第一章节,十二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就英语文而言,在世信阳才部分, 学校教育透过差异化教学和补救教学, 解决目前面临的双方现象。 在终身学习部分, 学生能透过课堂上所学到的语文学习策略实际运用, 将学习扩展到课堂场域之外。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学生能够借由英语文作为获取新知的工具, 拓展他们的眼界。 从九九课纲到十二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仍然重视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但是更强调核心素养在专业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英语文课纲也依循这样的原则,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知识是指学生英语文字会、句型、篇章结构、沟通等方面。 学生一旦具备了知识之后, 就会以听、说、读、写等四种技能表现出来。 态度部分涵盖了情义、价值、习惯层面, 希望借由激发学生对于英语文的学习动机, 提高他们对英语文的兴趣, 并使用英语文来沟通, 慢慢改变他们语言使用的习惯, 让英语文学习内化, 提高学生学习的态度。 核心素养强调培养以人为本的终身学习者, 包括自主行动、沟通互动、 社会参与三个面向, 强调个人为学习的主体, 能够广泛运用各种工具, 有效与他人及环境互动, 进而学习处理社会的多元性、 参与合作及人际关系。 12年国教新课纲以核心素养为主轴, 强调国小、国中及高级中等学校, 课程连贯发展, 以及各领域科目间统整。 接着来看看, 总纲的核心素养是如何转化、 发展并对应到英语文课纲。 语文是社会沟通与互动的媒介, 也是文化的载体。 英语文领纲的基本理念, 强调培养学生语言沟通与理性思辨的知能, 启发学生自主学习、 适性发展与终身学习, 并探究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 以促进族群互动与相互理解。 在教学上应考量学习表现与学习内容的结合, 引导学生习得相应的核心素养, 并妥善运用于学习历程当中。 英语文课程涵盖以下五个目标。 一、增进英语文听、说、读、写能力, 以提升生活及职场沟通互动 与获取心知的能力。 二、提升学习自信与兴趣, 并培养积极学习的态度。 三、增进有效的英语文学习方法与策略, 以强化自学能力,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 四、培养多元观与国际观, 促进对不同文化的了解与尊重。 五、培养逻辑思考与创新的能力。 英语文的学习重点可以视为学科的专门素养。 英语文的学习内容, 截取自学习表现的重要学科知识内涵。 涵盖四大主题, 语言知识、 沟通功能、 文化与习俗、 思考能力。 依据英语文领纲, 英语文布定必修课程, 每一学期建议配置两学分, 每一学年四学分, 三学年共配置十二学分。 英语文核心素养具体内涵, 就是透过英语文学习, 提升英语文素养及思辨能力。 自主学习, 运用逻辑思考解决问题。 激发学生运用语言文字以表达情谊, 在生活中达成有效的沟通。 十二年国教新课纲, 英语文的课程设计规划上, 考虑学生身心发展、 动机与实际能力, 发展核心能力相同的课程感性, 以因应学生差异化的需求, 英才施教, 引导学生适性发展, 提升学习动机与学习自信, 达到适性洋才的理想。 此外, 为了健全课程发展, 除了合理规划明确的课程目标 与实施方法, 更应进行课程评鉴, 以回馈修订原来的规划。 如此, 反复检讨不断精进课程。 第二章节, 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 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 应符合核心素养。 教师在设计英语教学时, 英语文学习重点, 也就是学习表现和学习内容, 应含瓜三面与九项 核心素养设计原则。 素养导向教学设计, 包含四项原则。 第一, 提供给学生的教学课程, 应整合与并重知识、 能力与态度三个面向。 第二, 重视学生的情境与脉络的学习。 第三, 重视学生学习的历程、 方法及策略, 而非单纯重视学习结果。 第一原则中, 当教师提供给学生的教学课程, 应整合与同时重视、 知识、 能力与态度三个面向。 当教授英语文时, 应兼顾学生的学习内容 与学习表现历程, 以彰显素养的统整能力。 二, 重视情境与脉络的学习。 传统以知识内容导向教育 最被诟病的缺点之一, 在于所学知识脱离了其所处的脉络, 而造成理论与实物的断裂, 往往使得学生空有知识, 却不知如何运用与实践。 素养导向教学强调知识与情境脉络之间的连结, 在课程与教学中并不排斥学科内容, 而是强调透过与情境脉络的连结来建立学习意义, 并有助于应用到需要的情境。 3. 重视学习的历程、方法及策略 素养导向的课程与教学强调以学生中心, 而非以教师中心, 且更重视学生的参与与主动学习。 在重视学生学习历程中, 教师不但可以适时地了解到学生学习的困难点, 给予建议或指导, 或是看到学生学习擅长处后 给予鼓励。 教师更可多引导学生学习策略, 并可在毕业离开校园后, 应用于职场与未来生活场域, 作为终身的学习者。 4. 强调实践例行的表现 素养的养成不但是指学习某些知识内容与能力, 更强调要具备情义面向, 整体属于综合性表现。 情义面向的培养, 强调学生在精熟知识或能力后, 经由内化及学习迁移效应产生出的正向激励, 让学生够有自信与方向掌握自己的学习, 并具备主动积极探索实践例行语言应用场域的态度。 有别于普通高级中学, 技术型高中教学场域中, 最有优势的是校园内皆有相关科别的实习场域。 学生实习课程都会在现场进行学习未来执掌上应具备的能力。 英语教学可以善用这些实际的实习场域, 与学生所学的专业进行结合, 一方面实现了情境化教学, 另一方面更奠定学生其在专业领域方面的延伸学习, 可谓一举两得。 在图片中,词为模具工厂, 教师可以利用现成的模具食物展示其语言用法。 在此实习场域教学实力示范, 所呈现出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表现, 学生除了能辨识食物的相对专业英语词汇, 说出plastic model, plastic injection machine, forklift, 更能搭配简易英语, 表达简易的操作程序, 如first, put PVC fills into the machine, second, close the door, third, press the buttons and take out the parts, 以介绍制作模具流程, 日后职场上有机会接待国外参观业者便可应用到。 以上的教学事例不但呼应核心素养, 又融入相关议题, 事实状态下更可做跨域上的教学, 使教师在英语文字会、 具形与沟通功能教学上进行加广的延伸, 让学生有更丰富的语境进行学习。 呼应总纲B1符号运用与沟通表达所表达的核心素养, 在此教学事例中, 运用在英语教学中, 即培养学生具备听、 说、 读、 写的英语文素养, 能连结自身经验, 运用词汇、 句型与肢体语言, 在生活与职场常见情境中, 适切沟通表达的能力。 教学目标为提升与建构符号运用与沟通表达的相关能力与生活应用, 透过专业科目实习场域, 认识职场常用之实物, 并延伸相关英语文素养训练, 经由融入职业安全, 带领学生互动讨论, 试探与发展多元专业知能, 充实生活经验。 在学习重点中, 强调能说出与辨识课堂中所学字词与句型, 更希望学生可以达到语用的部分, 简短描述职场场域或在生活与职场常见情境中, 进行适切沟通表达。 接下来部分, 我们将探讨素养导向评量设计原则。 导向二字, 期望在广度上, 可以触及以下全部的评量实施设计三原则。 深度则是实施时, 比重与百分比可越深入越好, 以引导并落实以英语文的课程与教学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我们将一一介绍素养导向评量三部分设计原则。 第一, 素养导向评量应同时评量知识、能力、态度三部分。 态度包含心理面向上的喜好、立场与价值观, 以及行为面向的习惯与实践。 态度的评量多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多元方式进行, 如参观报告及各种发表活动等。 第二, 素养导向评量中, 学习结果与学习历程量者都需重视。 形成性评量指的是教师透过学生学习历程的各种表现, 对其学习所进行的评估。 因此, 以素养导向教学后, 除了要做总结性评量外, 形成性评量必不可缺。 第三, 素养导向评量需要对于学生是否有能力整合所学, 并应用于特定情境中进行评估。 素养无法透过片段知识或是单一知识面向的累积来呈现, 而是透过学生在特定情境下的任务执行与表现, 调整和累积而形成。 因此, 素养导向教学的学习评量, 也就无法只以有传统注重知识考核的纸笔测验来进行。 素养导向评量强调学习表现和学习内容的结合, 并综合应用于理解或解决真实情境脉络中的问题。 就形式与类别来看, 素养导向的评量包括了纸笔评量与多元评量。 纸笔评量中, 试题设计应具有情境与脉络, 并完整涵盖评量层次与适度结合其他领域。 多元评量中, 是在教师的一连串最目标性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系统中来规划与实施。 而学生在教师的教学活动中, 透过各种方式进行表现。 此评量强调的是学习历程, 并于知识能力外了解学生的态度与实践状况。 举例来说, 撰写学习单, 进行口语发表, 分组讨论, 学习档案, 行为量表等, 都是多元评量的方式。 纸笔测验中, 视力一, 此纸笔评量视力取自107学年度, 四季二专, 统一入学测验英语科的阅读测验, 此为融入生活情境而设计出的纸笔评量。 多元评量方式很多, 以下简介两种模式。 第一,实施表现评量,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例如, 评量学生共同合作以解决问题的能力, 评量学生展示、实验、团队工作、 访谈、角色扮演等能力。 第二,实施档案评量, Portfolio assessment, 档案可以对于学生的知识、能力与态度, 运用在适当情境脉络中的程度来进行评价。 透过档案可以知道学生在某种学习项目上进步或改变的情形。 第三章节,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章节, 议题融入 为何要将议题融入课程呢? 借由议题教育可引导学生觉知生活中的议题, 并从不同领域、学科角度对议题加以探究、分析与思考, 使学生从各领域所获得的学习内容更为通透完整, 进而习得所需技能、建立开放与追求共好的价值, 并展现具体的行动, 相当有助于核心素养的养成。 可以说,议题教育是学生统合各领域教育内容, 以及应用各领域所学的重要枢纽。 议题可视为基于社会发展需要, 普遍被社会大众关注, 且期待学生应有所理解与行动的一些课题。 这些议题需从不同领域探究, 以收相互启发与统整学习之效, 必须个体生活与永续社会的达成。 总纲纳入19项议题。 使用绘本与英语议题教学中, 是因绘本所使用的语言比较简易, 经常导入生活化的议题, 是英语教学很好的素材。 接下来是关于英语教学中, 议题融入的教学事例。 我们将用英国作家Anthony Brown 在1986年所创作的绘本Piggy Book进行示范。 Piggy Book本书在1986年出版, 可带出当时时代对于家庭教育、 家世分工、性别平等、性别角色、 议题与社会氛围。 教师可以在warm-up 时间先询问学生。 It's the book by Anthony Brown. On the cover, it's a family. There are four people, mother, father, and two children. 接着询问, Why is the mother carrying her husband and kids on the back? What does that mean to you? How does the mother look? 之后老师们可用绘本提示同学。 Anthony Brown用一连串的对比, 强调父子只会犯来张口, 但猪妈妈可是忙得昏天暗地的状况, 显示猪家人在家庭中分工的不平均。 绘本或时事新闻都可提供很多 在议题上探讨的素材。 教师可以细心留意生活周遭大小事, 信守年来都是贴近学生生活情境的教学素材。 第五章节, 跨域学习 所谓的跨域不只能够一般科目和专业实习科目互跨, 一般科目也能和一般科目跨, 专业实习科目也能和专业实习科目跨。 当英语文和一般科目或专业科目互跨时, 借由协同教学和跨域教学可以达成英语文之课程教学目标。 跨域方式分三种。 第一种, 跨域程度最浅。 这是最普遍的跨域教学。 由教师独自准备非英语文领域的课程内容知识, 进行英语教学。 第二种, 教师于课程开发阶段时, 请教他科教师, 但由英语文教师独立教学。 第三种, 教师与他科教师共同备课, 有多种模式, 如其中一节或几节由他科教师独立授课, 也可进行协同教学。 两位教师同时在班上, 依照专长进行各种教学活动, 如大班教学、 小组讨论或独立学习等等。 英语文课程与教学可以融入于各学科当中, 透过适当的教材或教法, 并兼顾该学科领域的学习内容或学习表现, 以促进学生在知识、 技能与情义面向的均衡统整。 现在先介绍英语文跨一般科目的例子。 现行课程中, 大多数英语文教师都会进行第一种跨域教学。 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尝试另外两种跨域教学。 例如Fever Workup Fever, 这一课讨论适足赛热, 便很适合采用第二种跨域方式跨体育科。 Fast Food or Fatty Food, 这一课讨论西方素食对健康的影响, 也适合采用第二种跨域方式跨健康与护理。 The Power of Love, 这一课是一个希腊神话, 描述大地女神Demeter因为女儿Persephone 被冥王Hedis捉走之后伤心欲绝, 四处寻女的故事, 适合采用跨域程度最深的第三种方式协同教学。 跨国语文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Creature 这一课谈论人类的许多行为, 已对动物与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因此人类俨然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也十分适合采用跨域程度最深的第三种方式, 跨生物科。 接下来, 介绍专业科目的跨域学习。 跨领域学习是融入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的训练, 希望能达到增进知识、 涵养能力、 培养正确态度之目标。 就增进知识而言, 引导学生借由英文活动, 了解职场情境所需之相关用语。 另外, 透过英文和专业特色的结合, 强化职场沟通能力, 希望透过职场情境实地演练, 培养学生敬业药群之态度。 英语文是获取专业知识和跨领域之学习桥梁, 借此造就技能与才能兼备的优质人才。 透过与15类专业群科结合, 涵养核心素养。 以下为英语文跨商管群国际贸易科之事例。 商业英文书信写作, 请国贸科教师上其中一节课, 先讲解商用书信之相关概念, 了解各种不同格式和使用方法, 如信用状报价单用途和协法等。 英语文教师介绍商用英语文书信之格式和体力。 何常用的英语文单字用法, 最后请学生始作练习填写开信用状之表格。 英语文也可跨其他领域。 以下举动力机械群汽车科, 参旅群餐饮管理科, 设计群广告设计科为例, 请自行参考。 跨领域教学不只是英文科和另一科目结合, 最高层次的情形是可以结合一般科目和专业科目的多科任科老师。 针对某一主题, 配合各科的专业知识, 进行同一主题不同面向的教学。 词一模式整合性极高, 结合科目多, 较适合程度较高的学生, 也需要各科老师较多时间的共同备课与讨论。 可根据各校专业群科教师的专长, 发展不同内容的学习主轴。 此一案例借由各科协同教学。 历史老师介绍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历史关系。 从历史发展分析了解英国脱欧的理由。 另外,商管全经济学老师可以分析脱欧前后的经济变动、 汇率高低等。 参旅群老师可以结合观光概论, 带领同学分析英国脱欧对英国人和外国观光客旅游的冲击为何。 英语文教学结合英文单字教学、相关文章阅读、 影片介绍、进行专家小组或世界咖啡馆分组活动、 建构基本知识、最后发展多元评量活动。 如英国公民角色扮演活动、 学生扮演英国农夫、英国科学家、英国商人等, 简短用英文发表自己对英国脱欧的看法。 议题探究的深浅程度, 可根据各校师资和学生程度进行调整。 第六章节,总结。 最后在我们英语文, 十二年国教英语文课纲的改变其实是很小的, 但是对于学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Small change, big difference, small is big, 改变从我们开始。 沙发表自己的美国 全达放射 устрой后能够跟他们的一种行业安全地